酒駕睡在路中间 还在鬼越路过言乱语 坚称车上有三个人 台中这名张姓男子 日前清晨开车回家途中 在大马路上睡着 警方上前关心 发现他浑身酒气 还坚称是朋友跟女朋友两个人 开车载他回家的 但是调阅监视器一看发现 根本就只有他一个人 也查出他还是一名通缉犯 当场将他逮捕送办 男子打开车门 一阵酒味扑鼻而来 下车后走路还有点摇晃 男子讲话含糊不清 健身车子不是他开的 是朋友和朋友的女友送他回家 车上一共有三个人 但警方怎么看都只有一人 前往调阅监视器画面 证实男子的确自己坐上驾驶座 而整辆车也只有他一个人 鬼运男子胡言乱语 差点把远景吓出一身冷汗 警方调查62年次的张姓男子 日前喝得醉醺醺 还开车回家 开着开着行进西屯区汉口国中前 竟然把车停在路中央 开着闪黄灯 人却在车上呼呼打睡 正巧远景巡逻经过 才赶紧把男子叫醒 现场警方于车内 未发现其他的乘客 显为推脱之词 认定张男确实有酒驾嫌疑 男子酒色值超标 远景进一步调查 发现他还是一名通气犯 酒驾漏线 男子被依法送办 回不当初 记者 张台中报道 订阅 什么事